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鹰法师祖籍台湾嘉义县 法师同时集聚善根 内心总觉世间无常 年十九前行御出家而未果 1988年 姻缘成熟 于水利联姻寺 礼 燦公老和尚出家修行 四年于吉隆海惠寺受三坛大戒 1991年 毕业于陆古静律寺学佛院 月年创始学奖戒学 为更深入律学 1995年 至南投普里正觉经社 清静医址 海工律师 及上过夏勤律师坐下学习 四年随清宫律师至泰国更增寿南传戒 平常除未众讲授戒法 亦未常驻担任监院职士 经常受国内外诸多道场 居士团体的邀请 讲授戒学 以及主持佛期 诗以持戒念佛 为自立立他修行的宗旨 兼习经论之学 辅助建立如法增团 助持正法 续佛会命 以境界为因 净土为果 作为修行 不二法门 接着我们再请看这第二页 唱语页当中分成了三支 第一支是广修贡养 第二支是礼战三宝 三宝的境界是最为殊胜的 所以他所获得消除 这个罪畅的功能也是最多的 最多 接着第三支是势力畅微 那么所谓的势力 那么一支四种的力量 这个力 也就是说他能够来消灭罪业 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力量 就力 一支回过 一支三宝 对之离二 为什么要净除罪障呢 因为净化我们的身心 才能够对众生有真实的利益 菩萨界当中讲到 这戒条当中的 譬如说杀到淫妄 这一些众人业 他所开取的是什么 对众生有利益 而且自己内心当中没有烦恼 那么这对我们自己内心当中 没有烦恼呢 也就是说我们心的层次 完全奉献的 完全是为众生的 没有说想到 我在这当中要得到什么 没有 没有那一天心存在的 所以净化我们的身心 你才能够真实对众生 有实际的利益 作为的 这皮育就好像说 干净 而且煮好的饭 你才能够给众生吃 才能够饶益友情的 那怎样来进出这个罪业的战略呢 一言陆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 就是势力战略 一指一这个势力战略 就能够消一切的罪业 所谓的悔过力 所谓的悔过力 一指力 对之力 离恶力 这是四种力 在四法经当中呢 讲到 佛呢 就告诉弥勒菩萨 说弥勒 菩萨摩佛萨 如果呢 记住四种刑法 就能够遣除过去 所造的罪业 那四种法呢 第一个 彻底悔过力 彻底悔过 第二呢 周骗对之行 周骗对之 第三呢 离恶力 第四呢 一指力 那这四种呢 首先我们来说明了 悔过力 就彻底悔过行 那么悔过行 悔过力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有这个罪业 我们像呢 同战道友 像我们的私有 或者我们对这活不上 坦诚的发露啊 自己过去所患的 一切的罪行 那么由这个发露的时候呢 就能够呢 除去 潜藏在我们内心 那种罪恶感 那么在聊完视讯当中讲到呢 说一个人罪业的像中 你怎么知道他有罪业像中呢 苦恼像当然也是对 他的心躁动 再来呢 放过的人呢 心是不安定的 热闹 有热闹在的 那么经常呢 会想到呢 内心当中有这么样的过失啊 你意念 毁 一毁呢 毁的心手是不定的 毁太超过了 他就是障大 就是障碍 所以要除去 除去潜藏在内心当中 那个罪恶感 要遣除掉 我们呢 在最近当中所讲 说畅尾则安乐 畅尾则清静 你畅尾之后 将内心那个过失 一发露之后呢 完全没有复长了 这个心呢 那个就消掉了 那个障碍就遣除掉了 那么由于我们思维啊 这个恶业啊 将来会遭感 堕落于恶道 所以因此呢 隐身 我们心呢 一块面要 一子一三宝 一子一三宝 寻求那三宝的这个旧宝 这是第一个悔过力 有悔过 它能够遣除 在内心当中呢 那一种罪有感 第二种叫一子力 就是归一三宝呢 发露 我们需要呢 有寝宿的对象 而且发露之后呢 也需要有值得 可靠 你内心当中所养赖 相信养赖的这个师长 继续啊 给我们在精神上的这一些支持 心理上的这个安慰跟辅导 就好像呢 就好像呢 有病的人呢 他寻求医生的治疗一样啊 我们呢 在信仰大圣的佛教徒里头呢 活不散 活不散呢 他悲至圆满 一个最标准的人格象征呢 他们的慈悲心跟包容力呢 都是无限的 而且是无条件 所以因此呢 我们前程呢 归一三宝的同时呢 由于啊 这个心能够打开 心能够打开的 活不散的那种慈悲啊 能够源源不绝啊 流向我们内心深处 那这是一个修道当中呢 你自己要去觉受的 要去觉受的 我们在真正的彻底的 一种的悔过之后呢 一子一三宝的时候 三宝那一种慈悲心 会从内心当中生存 所产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心 能够得到安定 身一层呢 能够体认活不散的慈悲啊 同样 我们也渐渐地学习啊 扩大我们的胸量 心量要大 那么去尊重啊 信任 还有纳数宽恕啊 一切的众生 这是第二 一子一三宝 第三叫对峙力 对峙力呢 这里头有六种 有六种呢 以这个来对峙我们的恶业 第一个慈送顺身经典 第二信节空性 第三建造佛像 第四受持境界 第五广修共养 第六念佛名号 第三页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子一三宝之后呢 内心呢 有了依靠呢 而获得安全感呢 那么之后呢 就应该要依照奉行呢 去对峙烦恼 那么第一个 持送圣神经典 这个圣神 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的道理 那也就是呢 圣神的经典 就是大圣 大圣的经典 那么持送大圣的经典 那些第一地 我们呢 受持经典 做什么呢 受持经典是为了改变 内心的希望分配 颠倒妄想 我们不读经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 佛到底要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 凭空想象 自己就想一套 那我们受持经典的时候 还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啊 受持经典 就是改变内心的希望分配 颠倒妄想 设无常无我 受想形式无常无我 那么来自于呢 一切法都是无常无我的 我凡无所执着的那个我 是不可得的 一切法是因缘生 因缘是不可得的 因缘一生当中呢 就是无生了 没有自信了 那么一指一这一种道理啊 就对着我们的妄想 执着 那么这是呢 对着罪业啊 因为罪业 种子要起现行 要有烦恼的滋论 不如理作意 是产生的 要起现行是这样的 所以心要改变 颠倒妄想改变 持送大圣经典 这是第一个 就对峙那个罪业 接着呢 第二呢 信解空性 一般来说啊 修缠的主要的目的啊 是为了净化我们的身心 坚持这个藏道的因缘 那么以便我们呢 引发殊胜的菩提心 或者我们由于修缠呢 那么你修缠定的时候 能够得到三昧 那么因此这里 我们所讲的呢 是要我们信解空性 信解罪业的体性是空的 理解呢 这个罪业 罪业是什么呢 心跟静的合合啊 心静合合所产生的罪业啊 烦恼于心对着静静而造业 这个罪业是阴延生的 阴延生 就是没有一个自知体性 没有真实性口德的 我们要了解这样的道理啊 那么是可以啊 透过这样的了解之后 完全转化跟消除这个罪业 就如同呢 慈悲三昧水灿当中所讲的 观罪性空者 所以我们观察罪业的体性是空 什么道理呢 罪无自信 从阴延生颠倒而有 所以罪业呢 是没有自信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阴延生 阴延生体性就是空 我们颠倒心而产生了 没有真实的体性 没有 那么既然从阴延而生 还是可以从阴延而媚 由恶的缘产生 由善的缘而消灭了 就是这样 从阴延生 也是从阴延而媚 从阴延而媚 从阴延生是什么呢 我们清净恶友啊 那么无所不照啊 从阴延而媚 就是我们现在啊 要好好地发入忏悔 由这一念心的罪业消灭了 那么以在家被人当中来讲呢 以善心得恶心 以善恋得恶恋 改变了 改变 那诸位呢 对于这样的法 我们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你要了解呢 无明虚妄了 无明虚妄的 无明要真实 那你就不用修行了 所以要有体性呢 因为有真实性的时候 你也不用修行了 因为我们过去是 造了无量无边的业 我们以现前现身来说的话 我们还没有学我之前 造了多少业 所以我们要第一个 要能够认知 罪业本来是没有体性的 可以消灭的 可以消灭 我们那一天常规 忏悔的心提出来 如法的修忏了 灭出他 所以必定要记住这样的信念 才可以将我们的行者内心当中 认为真实有的那种罪业 罪障完全消除的干干净净 你要了解 因缘所生 无有自信 罪业也是因缘所生 也是无有自信 那么再进一步收的话 假使我们也有人能够理解 一句话 没有真实相的 没有自相可得 这一类体性本来也是空的 法性本来是如梦如幻的 我们的自信的光明 是本来清净的 本来是清净的 没有受染污的 那么我们要能够肯定 我们自信是光明的 不受染污 本来清净的 不会受染污 就好像虚空一样了 你用种种的色彩 说我要染虚空 你怎么泼 虚空还是那样 你用干净的去化 也不会成为干净 用染污 它也不会成为染污 我们的心就是如此 心就是如此 这本性光明 本来清净 不因为过去 无名所造的罪业 而成就成为 那个障道的因言 你要了知 这一点要了知的 在智者大师的 《四禅婆罗蜜赐地法文》当中 讲道 说福行人欲行大畅为者 应当起大悲心 灵敏一切 深达罪言 福就是发语词 就是我们的那个福 丈夫的福 那个念福 就是发语词 没有什么意义 讲话的一个开头 所以行人 我们修行的人 想要修行大畅为的法门 应当要升起大慈悲心 灵敏一切众生 怎么灵敏一切众生呢 一切众生都跟我们一样 无名作主 造出了很多的罪业 然后自己受这个苦报 很灵敏 《华华经》当中所讲的众生是可怜民者 起获照业所顾 就是颠倒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 没有了气 很灵敏一切 生达罪言 那么进一步呢 你要呢 生生的来通达罪业的根源 罪业的根源 所以者 什么道理呢 一切诸法本来空极 尚无有福 恍惚罪业 所以一切诸法呢 本来是空极的 它体性本来空极的 那么在华华经所讲 是华柱华卫 世间相常柱 本来是空极的 尚无有福 恍惚罪业 连那个福 说我福罪不好 那我希望我执着于福 福也是不可得 福也是我们这一念善心 对着境界所呈生的 造作所呈生 它也是因缘生 也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说福尚且没有 何况说罪会有呢 也是不可得的 体性呢 是空极的 空极 因为一切法本来空极 福也是一切法当中的一法 罪也是一切法当中的一个法 本性也是本来空极的 本来空极 幼者呢 互置一切万法 稀属于心 心性上空 何况万法 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我们心所变现 但是这一念心呢 它有提醒吗 它也是不可得的 金刚心手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第六意识的心呢 是畅了畅了是美的 体性是不可得的 心性上空 何况万法呢 由心所变现的万法 当然也是空的 若万法 谁是罪业 这假如没有万法 这什么是罪业呢 罪业也是万法当中的嘛 若不得罪 不得不罪 那罪不可得 不罪也不可得 因为不罪呢 就是相对跟罪所建立的 相对于罪而讲不罪 所以罪不可得 不罪也不可得 一切法是平等的 离开这一些对立 观罪无声 破一切罪 那你要能够观察罪 这个罪业 本性是空极的 就能够灭一切罪 所以在灿业当中呢 灿尾业障当中呢 你观罪性空 灭业的力量最强 灭力量最强 为什么呢 直接破坏根源 直接破坏根源 他能够建立就因为你走向 你执着为真实有 执着为真实有的 所以观罪性空 灭业力是最强的 那你能够这样修观呢 说我还没有成就 你修观还没有成就呢 就在你在思维的当下 业就跟着扭转了 就跟着扭转了 所以我们要经常观察呢 我们的身心世界 到底怎么一回事 五云假恶的我 是真实的吗 由我所发动 去造的业 是真实的吗 不真实的 就是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执着在那边 以一切诸罪 根本性空 藏清经过 最后就说了 为什么能够观罪性无声 而破一些罪呢 因为一切的诸罪 它根本体性是空极的 罪是我们明年所安利的 我们思维分别 这是不好的 这就是罪 安利一个叫罪 它是不好的 但是你要看它的体性呢 它本来清净 本来是空的 本来是空 所以说呢 一切诸罪呢 根本性空 常清净过 体性常清净的 所以呢 永教学前大师讲了 说无名实性 既佛性 幻化空生 既发生 所以无名的实性 无名是不可得吗 它的体性就是实性 就是真实性 无名是我们所安利的 烦恼 罪业 这些的 它的体性是空的 所以无名实性 既发性 幻化空生 既发生 幻化的空生 我们这个无名甲 是幻化的 但是没有离开这个 没有法生 你知道那是幻化 当下就是法生了 所以金刚经所讲 你要呢 见一叶像飞像 若见诸像飞像 则见如来 你要见到这个像 没有真实性了 就见到如来 就是什么 法生如来 你见法生了 是这样的意思 六祖大师所讲的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本来清净 不受染污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真实自信 我们现在做一个凡夫 但我们真实自信 不死不亡 还是清净的 也不清净的 染污的时候 你怎么去除呢 在上头的这一些的 罪业跟障碍 都是虚幻的 意义执着的心 它产生作用 你要能够 关空的时候 破除的时候 它不能产生作用的 这个信解空性呢 是唱为当中 最根本解决之道 解决之道 最要简单 接着呢 第三呢 建造佛像 建造佛像呢 有的人呢 很欢喜啊 素佛像 跟人家结缘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在如来 种植品 这个经典当中讲呢 说假使啊 一个人 他造作实不善业 但是他的内心呢 还是信仰如来 并且为佛呢 建造这个佛像 素佛像 依这样的造作 他就能够遮止这个罪业 不使用他现行 那么尤其啊 是基督菩提心的 基督菩提心的 出家 跟受戒的人 那么 他就能够因此呢 造佛像的因缘呢 而清净那个恶业 清净恶业 那诸位是不是也欢喜造佛像呢 那我看很多同战道 也欢喜造佛像呢 一个结相安居 造了一两百尊的 地藏菩萨像结言呢 也欢喜 修这个样的功德 那这个庆祝我们的罪业很好的 造佛像 我这么说呢 不是说诸位一定要做 能够这样做是最好 比方说 哎呀 我也没有多少的 您用钱呢 造佛像 好像做不起的 那就不要勉强 我们就是拜占 你修空观的 不用钱的 你坐在那边 好好的思维修 不用钱的 不用发钱 再来第四 受持境界 受持境界很要紧的 我们依止一个 如法清净的僧团呢 或者一个善之士 发心受持境界的界法 那么我们要持戒 你花了一些呢 说我要好持戒啊 我在佛菩萨面前 我发愿了 我敬几天受 敬慧来记 我持戒 如法受持 但你发了这一点心呢 还要有真上眼 这是轻音眼 我们发现的是轻音 还真上眼 真上眼是什么 环境 环境很要紧啊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所以主位 能够在一个如法生团住 在家集市 能够在一个如法的 这个在家的团体 这么去共修 或者自己在家里面用功 如法的受持 这是非常要紧的 比如说我受了戒啊 我也不减责啊 反正呢 新包太须 亮周杀戒 我什么都来了 这不行了 那个的话 这个戒啊就持不好了 持不好 那战略就多了 战略就多了 所以外在的境界 这一般环境很要紧 一个生团 一个团体 还有善知识 他能够撤立你 别放异 这也很要紧 不要大家三两天 哎呀我们到哪个地方去看看啊 这我们没有去啊 人生苦短啊 没有去看一看 好像很怕胜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这样想 这样想心就放异了 一出去心就飞走了 佛菩萨摆在家里面 没有带出去 那这不行的 所以还有三知识 能够撤立我们 同参道也有一次三知识 大家欢喜修行的 所以受持清净